那今天非常榮幸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這個 說實在其實還蠻理論性的 在15分鐘沒有辦法談太多case 所以給大家見諒一下 稍微可能有點無聊 但我希望它稍微比較有趣一點 那簡單一講就是說 因為大家許王琴老師 還有周貴良 大概有講到幾個重要的概念 那開始顧不起來 那最近20、30年來 特別是這20年來有關社會科學界 開始來理解這些有關 像氣候變遷、地球暖化 甚至像金融危機、低碳空、塑膠等等 這些的時候 認為它們就是一種可能是頑強的問題 那頑強的問題就是結構性、脈絡性 然後相互牽連 那看起來好像塑膠比較小 但是其實塑膠佔了百分之大概15的看法 所以其實也還蠻大 百分之十以上的原油 那剛剛那個周貴良老師 大概提到說所謂的系統的思考 那所以一開始還是先做分類的 就是說概念的區別 就是社會科學怎麼理解這些問題 那有一些概念出來就是 譬如說有系統 就是systemic 跟 systematic 的差異 那所以我們看到社會科學 如果要處理大家這些問題的時候 常常就會用 systemic 就是說它後面可能會登一些字 像 risk 或者是說 challenge 這同時就是討論說彼此相互串理 反正就是這幾個問題的特性 那跟 systematic 不一樣的 就是說 systematic 可能就比較像是一個政策 譬如說我們要執行特定的稅務 或是環境的政策 下面要有第一個步驟 第二個步驟 第三個步驟 或是說為了考試 我們應該怎麼分配時間等等 systematic 那所以開始做一些區別 那大家覺得最重要還是在政府 那政府應該做一些更多的事情 那開始就在想說 政府應該怎麼調整或改變 那後來簡單一點 社會科學開始討論的時候 就認為說 我們如果用傳統的治理這個概念 更不要說是更早的 政府這個概念都不夠 所以就要用一個新的概念來講說 處理這個問題就是要用轉型的概念這樣 那我這個畫一張圖稍微複雜了一點 那我下面 最下面是時間軸 這就是說如果從政府或治理出發的話 大概就是從公共行政 政治學會開始看 那最中間的方框就是說 大概從70年代的時候 認為怎麼處理公共事務呢 那最上面的 就是中間的方框 最上面那個箭頭 就是說公共事務當然是政府來處理 那到了90年代開始 公共行政學會就有一些講 輕公共管理理就是說 我們要跟企業學習 要成本概念 還有經濟等等 然後資源有效利用 那開始有企業或經濟學概念進來講 輕公共管理來預算的緊縮這樣 但是後來又發現不太行 就是說我們如果把政府的內部做一些改變的話 其實沒有辦法處理越來越複雜的問題 所以開始有所謂的治理這個概念 就是說強調多元性 就是如果有一個政策 我們想要讓它有效 我們不能單靠政府 不過政府內部的原則改變 就必須要找NGO 然後找附近的中央跟地方 然後還有跟人民或是怎麼樣 國際組織等等的結合 就是說多元的加加入治理 不過中間這方方還是覺得不夠 特別是遇到所謂的剛好講的頑強問題 我上面跟最上面跟最下面 有兩個爆炸的那個圖示是說 最上面的問題就是說不可治理性的問題 就是說不可治理性就是 但是當然大家都知道就是說人民的要求 因為民主種越來越多 這是不可治理性的問題 那另外一個不可治理性就是說 政府就沒有效率 然後要內部改變 那但是這些問題就慢慢的在 大概1990年中之後 就像剛剛那個學王小老師 特別有比較像是氣候變遷等等這些 就變成是空這些就是頑強問題 頑強問題就跟不可治理性很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開始學界就在討論說 我們怎麼處理 所以說從中間的那個曲線的方方 變成就是兩個箭頭的 就是上面跟下面的比較大的箭頭 就是說有兩個方法 有兩個流派就是說 那我們可能可以從風險治理 或者是下面的那個流派就是轉型治理 那這兩個流派的想法呢 就是除了結合之前 公共行政、政治學的想法之外的 那虛線的那個有箭頭的方框 就是說從相關的學科汲取一些想法 就是最上面的 就是好像周貴源老師有提到的風險治理會學 那最下面的就是說有 就是我的領域譬如說科技研究 然後還有其他的 可能是像瓊瓊老師的創新研究 或者說演化經濟學等等的這些案例有進來 所以大概學術上有這些流派的進展這樣子 那因為這些實踐的關係 我可能就不太能談太多風險治理 那因為剛好那個周貴源老師 我們有一點分工 所以說周貴源老師有談一下風險治理 所以第一個 就是這比較德國式的 就是說風險治理他們認為說 如果我們這個要面臨這麼大的系統的風險的話 組織自己本身可以改變 那怎麼改變呢 他們有反正就是像上面一張圖 這個是最簡略的圖 這張圖就是說我們內部可以做些改變 內部做一些策略來應對這樣 然後還有相互勾連 然後循環要有溝通等等這些 那因為早上周貴源老師提示了一些 那我就也不是我這一個現在的重點 所以我就放比較多的想法 就是在另外一個流派就是說 怎麼處理環牆問題就是有轉型 那一開始就要定義轉型是什麼 轉型就是用很多的圖案來說 就譬如說比較大張的這個圖就是 我們都看到一個那個黑色的那個球 那黑色的球呢 要如何從左邊這個凹框呢 到右邊這個凹陷呢 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那他講的就是說如果那個虛線的箭頭 該做事就是轉型的事 就是我們可以從反正政府的政策 或者說民間的行為等等 做一個全面性的改變 那做這件事情是滿困難的 因為從regime 1到regime 2 就是說譬如說我們常常講 以石化燃料的石化經濟 可能是regime 1 那可能regime 2呢 就是說是以可能是對環境友善 或者說反正就是再生能源等等 這些可能是regime 2 那這邊對最近幾年很多人 可能也都熟悉有所謂任性的概念 不過任性的概念在轉型這個想法之下 是比較讓人擔憂的 也就是說如果從左邊黑色的那個凹框呢 他在那邊就如果那個黑色的球 如果是在那邊晃來晃去 也就是說從有時候啦 有時候可能是一些 譬如說石油危機 或是說等等一些events 或是像什麼 埔導的財產等等這些 那這個黑色的球 他還是沒有跨過中間那個 就是那個tipping point 就是那個黑色跟白色的中間 他越過那個山脈之前 那他如果沒有辦法越過 那就是一種任性 也就是說這個 這個原來的陣子 還是一直維持在他黑色的空間 他沒有辦法調過去 但是我們可以做的事情就是 想辦法讓中間的那一個黑白之間 那一座山稍微把它卻平一點 或是說有一些別的力量來push 變成虛線鍵然後那一個 那另外一個idea就是有常用 就是那個大家可能有玩過那個翻轉彈簧嗎 就是這樣從一個地方位到另外一個地方 那簡單講轉型就是講 就是要位這樣 而且是整體性的位移 但是跟前面是有聯繫 就是要做切斷 但是是從前面是階段 那轉型理論後來 大概這20年其實發展很蓬勃 那他們到2000-2010年 社會科學界有關轉型理論這個 還稍微有點不是很有把握 所以開始有一些文章或統計數據在說 喔 我們轉型理論其實已經得到許多借很多的肯論 比如說2012年有一篇文章就說 哇 整理論大概現在每年 生產了大概60到100篇的 就是其他文章 然後有500多個期刊都有在看相關的東西 那相關的組織可能有些人有聽過 就像荷蘭的JIT 或者說什麼HIVSS等等這些之類的 就是相關的大學或說演員機構很多在做轉型理論 那轉型理論簡單講 因為這張圖就是這張是稍微字多一點 就是請大家包含一下 就是說有四個圖鏡 就是那四個有紅字的紅色的 就是有轉型管理 然後多層次視角 還有車輪利益管理 那還有TIS就是創新 科技創新系統 那他們各有各的任務 他們share很多概念 就是譬如說頑強問題 然後轉型等等這些共同概念是他們share的 那但是他們彼此之間任務還是不太一樣 就是說就以車輪特別的政府來講的話 如果是要從有上而下 有大而小而方 他是比較處方性的 就會比較常用轉型管理這個概念 那如果說是不是單從政府一方 而是談說社會跟技術互相的形作的時候 那就會用另外三個理論去比較描述性的 但是他們也有一些處方性的意見 那比較描述性比較宏觀的就是像MLP 等一下會有圖給大家參考一下 那還有那個SNM 還有那個TIS 那SNM 就是當MLP 就是多層次是講比較宏觀 整體面的時候 那最下面的這兩個 策略利益管理跟創新系統的 就是由下的上面怎麼做實驗 怎麼讓小的方案變成那個主流的方案 替代掉現在我們覺得可能不環保 或是說造成氣候變遷或是貪圖的一些 剛才早上作業亞都講的那個路徑依賴的問題 那因為時間關係我就 這個是早期的那個什麼MLP 就是多層次試講 多層次就是說有最上面的 這個一結構的層次不同 有所謂的地景 然後中間就是regime 就是一個正體 然後下面就是有新的小的創新 大家可以看到TIS 就是車輪運氣系統跟 還有那個科技創新系統 就是最下面的那個小的圓圈 有沒有辦法因為實驗實驗 然後上升浮現上去之後呢 變成一個大家普遍比較難接受 而且它們可以串聯起來 大家可以看到中間那一層 就是說它不是一個曲線的圓圈 而是一個實線的圓圈 表示它有影響力 開始慢慢的 然後中間那個大的黑圓圈裡面的 各個小圓圈是有關係的 就是它們互相形塑 那最後就是最上面那個圓圈 就是讓地景的改變 地景的改變簡單來講就是說 就是譬如說化石燃料轉成再生能源 有這麼大的一個改變這樣子 OK 那後來比較發 就是說這個idea越來越複雜之後呢 就是它那個圖就不服使用了 就是說開始有別的一些想法進去 就是這張圖跟上面那圖有一些相同 但是最大的不同是說 大家可以看到中間的那一圈呢 其實是一個中間那個很多 比較淺色的界號亂種 那個就是說是一個 就是積毀之瘡 那最下面的很多箭頭呢 就是慢慢的實驗 有沒有辦法讓中間的那個 就是一個六角形 從六角形還是原來改變 但是就是說 它六角形內會因為積毀之瘡 然後有下面的實驗進去之後 會有所不同 那這個就給大家參考一下 會有這樣的情形 那SNM的一些想法 車月利器系統它是講比較小的實驗 不過它跟科技創新系統 就是兩個最大的不一樣 就是科技創新系統還是比較 以科技物或科技系統作為驅動力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這個SNM就是說 車月利器系統它是講比較社會方案 譬如說其實我們知道很多的轉迷 有時候社會方案比科技方案更有效 譬如說我們要拉垃圾減量 可能用蓋更多的粉化乳 或者是說我們做垃圾分類 那大家都知道 其實在台灣一開始大家覺得 做垃圾分類的這樣的減量效 可能不如把它是燒光會比較快 但是發現每個地方會有不一樣的文化 或是說社會的特性 反而在我們台灣是社會方案比那個策略 就是科技蓋粉化乳的方案更好 那所以社會方案裡面 也會有一些科技的成分 但是比較第一反而比較追求的是說 大家怎麼樣用一些策略或一些手段 譬如說甚至是比較 這個裡面一個我自己覺得啦 有一個比較蠻和諧的概念就是說 政府施政有時候可能要耍一些策略 那我自己覺得有些可能是 某某程都是弄點政治或是耍詐一點這樣子 就是說為了讓目標 那當然這個都合法的情形之下 那我剛剛講的就是社會方案就很依賴這個 譬如說要帶風箱 有幾個關鍵的東西他可以去帶風箱 然後銀裡社會方案比 客氣方案可能有時候會更有效 好 那我們就在這邊停住 時間應該差不多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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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